哈喽大家好我是刘萱 主持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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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還好嗎?還可以啦 最近剛好經歷了一個大難不死的感覺 其實就是我在家裡有一次就是 我晚上要起來上廁所 但是我就在要去廁所之間 突然間覺得就是呼吸一陣冰涼 然後眼前一邊漆黑 可是這樣我覺得就是我要 蹲下 因為我覺得好像神像不太頓心的時候 我就暈倒了 很可怕啊 然後我不知道過得多 然後我再起來的時候 就倒在這個我自己的血過 那你會不會流流的多長度? 欸超多的欸 我那時候是有點差點失血過 然後我一起來之後 頭和鞋子從那流下來 然後滴到地上 而且但是還好就是我在 在困擾的時候 剛好壓住了我的傷口 不然我就是應該真的會失血過 因為我去年開始就是有創自己的工作室 所以就是有一個自己的團隊 所以我覺得目前大家就是相處上 或是合作上面都不太OK 那就希望就是可以把整個團隊就是 深合好 然後未來可能工作方面的話 會變得就是更順利 就是不管是經營就是實況頻道 做節目或是 可能經營生活的方面 其實我之前蠻有提出那個 就是想要做自己的節目 因為我自己就是有一個電台的 錄定節目跟主放的節目 可能想要把它就是精之華一點 把它規格拉高一些 大家都很好奇我自己下像是怎麼樣 其實這一下大家都很有 就是會 我覺得我們 那些人會一起出來吃個飯 或是 看電影之類的 所以都不是 也會一起玩有戲 所以都不是單獨 不是單獨 你說就是牽手 再沒有觸動到我想要 談感情的那一塊嗎 因為我覺得工作是工作 就真的很開人 所以我 可能不會觸動到我想要 就是 可能那一幕牽手 會讓我想要什麼 嗯 想要交男朋友之類的 是不會啦 因為現在 我覺得我現在28歲 我希望在30歲之前 就是自己可以笑得成全 所以我把東西換來搞不好 就沒有想到 而且現階段來說 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比較多 比較忙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說 就是陪伴另外一半 那我覺得這樣好像 對另外一半也不是很好 嗨 那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接下來的企劃好了 就是我目前有設立一個 官網 然後是我自己的個人品牌 那接下來是新品要推出的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目前也有在經營就是 YT的生活頻道 跟遊戲頻道 那你們喜歡生活 或是喜歡打遊戲的人 都可以來我頻道看 那我前面有跟大家說一下 我是劉軒 但是我還沒有仔細的介紹一下自己 就是我是一名全職的實況主 然後目前也有在經營就是兩個 YT的頻道 然後跟遊戲的頻道這樣 然後所以你們平常沒事的話 晚上都可以在我的台來看看 然後最後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我覺得身體健康非常重要 尤其是你自己一個人住在家的時候 請你跟你的好朋友 跟你的家人都保持聯繫 好啦 那就這樣子了 謝謝大家 掰掰